一彎 中广集团 华市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市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商业会计法 各位同学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商业会计法 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十二讲 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 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 首先老师来定义一下 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它的英文是 Current Liability Current Liability 流动负债 是指着在一年内 或是一个营业周期之内 即将到期的负债 所以可能一个负债 它是原先在举借的时候 它是长期负债 可是因为在未来一年之内 就要到期 必须要偿还 那这个长期负债 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变成一个短期的流动负债 所以这个是要提醒各位同学注意的 流动负债并不是只有说 举借一年之内要偿还 有可能当初的举债是长期的 只是你未来这一年必须要清偿 或者是未来这一年不用清偿 但是你虽然还没有到期 但是每一年分期清偿 那分期清偿的部分 也被视为是流动负债 所以一个长期负债 次年度要清偿的部分 就会自动变成是流动负债 这个是老师在这里 特别要提醒各位同学的 好 那接下来老师要讲到的是 长期流动负债 就是这个短期负债的这个分类 在分类上我们依据 它金额确定与否 我们来分为金额确定的流动负债 跟金额不确定的流动负债 首先老师要讲到金额确定的流动负债 那要请各位同学看到第一个例子 就是借存货带应付账款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指着我们进货的时候 那你进货 你借方是写存货 你带方呢 假设你是奢进 那你就会有个应付账款 那接下来请各位同学看到第二个例子 跟第一个例子完全一样 借方是存货 代方现在改成是应付票据 那为什么前面是应付账款 这里是应付票据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你跟对方的这个卖方的关系 如果你们有很长远的合作关系 他愿意收你的应付这个账款 那如果你们的关系不是那么深厚 他对你还不是这么的信任 他要的是应付票据 因为票据是一个书面的承诺 好 那接下来老师举第三个例子 一样是金额确定的情况底下 那这个例子呢 指的是所得税费用 代方呢是应付所得税 这个是所有的商家 在年底的时候 向政府缴交赢索税的时候 所需要具备的分路 那缴交赢索税到底要缴交多少 这已经是明确 这计算之后 这个依政府公定的税率 存上我们需要付税的这个金额 相成之后就得到所得税的这个 这个应付的所得税款 所以这个也是金额确定 那第四个例子 也是金额确定 但这里指的是说 你作为一个房东 你向你的房客预收了房租 那预收房租 未来这一年 或者未来这半年 这个租期 你必须要提供房子 给这个房客来居住 可是你已经把租金收在前头 所以这个预收租金 成为你的流动负债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金额确定流动负债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了另一个叫做金额不确定的流动负债 那这个金额不确定的流动负债 我们来看以下这样的例子 我们多半是用在这个保固维修上面 我们知道商品一旦出售之后 还是需要有一些保固维修 那尤其在保固期之内 我们要免费或是佐量收费来替我们的顾客做维修 可是你在出售的时候 你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顾客会拿着该项商品 回来要求你进行保固或是维修 可是我们这个保固维修费用 我们在期出的时候就要推估 我们并不等到顾客实际拿来要求维修的时候 再来记录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个估计维修费用 这个借方就是叫做产品保固维修费 代方对应的科目叫做被迪保固维修 那这种金额上面来讲 因为是推估的 所以这个被迪保固维修 就成为我们的流动负债 也就是所谓的金额不确定的流动负债 那以上就是流动负债的分类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给各位的 就进到所谓的长期负债 那长期负债它的原文叫做long-term liability long-term liability就是长期负债 那它的定义就是一年或是一个营业周期以上 才需要偿还的 那这种呢就叫做长期负债 那长期负债 依据我们告代对象的不同 又可分为银行借款 长期的银行借款 跟所谓的公司债两部分 长期银行借款 跟公司债 那长期银行借款比较单纯 为什么 因为公司在向这个银行告代的时候 一定会双方讲明告代的金额 告代的期限 还有当中多久要付一次息 利率到底是多少 所以非常的明确 倒是公司债 公司债 因为我们告代的对象 不是金融机构 而是投资大众 所以它在处理上相当的不一样 也相当的复杂 所以老师要发一点时间 来为各位介绍 这个应付公司债 好 那我们在这之前稍作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来开始介绍 这个很重要的长期负债 叫做公司债 那公司债它的原文叫做 Bonds Payable Bonds Bond Bond 这是我们的公司债的意思 Bonds Payable 应付公司债 那应付公司债 我们在种类上 根据它的性质 我们可以做以下的发分 好 应付公司债 如果根据它有没有担保品 根据它的担保的性质 我们可以分为担保性质的公司债 跟没有担保性质的公司债 那在这里老师举了三个例子 首先第一种叫做抵押的公司债 换言之 这种公司债它的内容是指着 由不动产或者是动产 当作抵押来做担保 那第二种呢 是保证公司债 这种跟前者抵押公司债的不同 在于抵押公司债 你必须要提供不动产 或者是动产作为抵押 但是这里的保证公司债 是没有抵押品的 那谁来保证 是由第三者来担保 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出现一个保人 那他来担保这个举债者 会按时反本复习 那以上这两种 随着有无担保品 分为抵押跟保证公司债 那第三种是完全没有担保的公司债 这种公司债 没有提供任何的担保品 给公司债的持有人 它纯粹是凭着 发行公司债公司的债信 那这种可以发行 无担保公司债的公司 必定是债信十分良好的公司 也是规模十分大的公司 才有可能做这样子的 无担保公司债的发放 那再下来 公司债依据它还本的方式 也分为以下的两种 一种是一次到期还本 另外一种是分期还本 一次到期还本的意思 就是你公司债的期限 利息而且也要偿还部分的本金 那第二年也是如此 不但要支付利息 而且也要偿还部分的本金 以此类推 这叫做分期还本的公司债 好 以上就是老师对公司债的介绍 根据它不同的性质 是不是有担保品 是不是要求到期才偿还 还是要求分期偿还 来对公司债做一种分类 那接下来老师要来介绍的是 公司债的发行 实际的发行 用这种例子来跟各位做解释 那你公司债的发行 首先有四个要素 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首先你要发行公司债 这个公司债一定有一个票面的金额 就是所谓的债面的金额 债券的这个面额 它在票面上写的一百万 那就表示你这一次发行一百万的公司债 好 这是票面金额 但是你发行一百万的公司债 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发行价格是一百万 那这不一定 你面额是一百万的公司债 有时候你可以卖得更高 就是你的发行价格高于你的面额 那有些时候你虽然面额是一百万 也就是到期你要偿还债权人一百万 可是当初他跟你买的时候 你的发行价格却低于一百万 这个也是有可能 所以第二个要素是发行价格 那第三个要素是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是这个公司债 它票债的利率 它上面它就会写明 本公司债 半年偿付利息一次 那利率是年利率百分之多少 这个叫票面利率 好 那票面利率写在票面 那还有一个利率叫市场利率 那这市场利率呢 就是随着市场当时的状况在做波动 所以市场利率是没有写在票面上 是由当时的市场来做决定 好 所以上面四个要素分别是 票面的金额 发行的价格 票面的利率 跟市场的利率 那这四个要素呢 分别变动之后 就产生三种不同的发行 首先老师要介绍给各位的 就叫做平价发行 那顾名思义 平价发行 就是两个价是相等 那这是指的哪两个价 就是指的你的发行价格 等于票面的金额 这两个金额一样的情况之下 这种发行叫做平价发行 那平价发行 什么情况之下会出现 那就是表示你票面所提供的利率 等于市场上所要求的利率 如果这两个利率相等的时候 那你的发行价格 就会等于你的债券的面额 所以这个叫做平价发行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的第二种情况 叫做折价发行 顾名思义 折价发行 就是你发行的时候打折 换言之 你的发行的价格 竟然低于你的票面的面额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你在票面上 所愿意提供的票面利率 仍然低于现在市场上的利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少人会愿意去投资你的公司债 因为市场利率比较高啊 那我去存放在银行 如果利率会高于购买你的公司债 那我当然就去放银行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购买你的公司债 因为你公司债愿意提供的票面利率低于市场的利率 那这个时候作为发行公司 你如何吸引投资者愿意来购买你的公债 而不是把钱放在银行呢 那你只好便宜打折卖 那这个时候呢叫做折价发行 可能你是一百万的公司债 你打折卖卖九十七万 那这个时候他或许会考虑买你的公司债 因为虽然利率比较低 但是可以用折扣的方式去得公司债 好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第三种情形 他这个发行叫做溢价发行 那就是指着你的发行价格超过你的债券的面额 面额是一百万 但是你发行到一百零五万 那凭什么有这么好康的事情呢 那这就是因为你所提供的票面利率 远高于市场利率 在这种情况底下 因为你的利率具有吸引力 所以投资者愿意购买 那你就可以将你的发行价格拉高 好 那这就叫做溢价发行 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 老师再来举实际的例子 和各位同学讨论 好 那现在我们来进行公私债发行的事例 老师要用以下这个例子来做实际的解释 帮助你了解整个公私债的发行 那我们请现在看到这个例子 那老师所举的例子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家假公私 假设他在年初一月一号 他发行了面额十万的公私债 也就是他票面金额是十万 换言之到期的时候 他要偿还你十万块 那假设他愿意给的票面利率是百分之八 那每年分两次复习 分别是六月三十跟十二月三十一 两次复习 那也假设这个公私债是五年到期 一次返本的公私债 那现在我介绍情况一 情况一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票面的利率是百分之八 那假设市场的利率也是百分之八 换言之两者相等 那这个情况就叫做平价发行 那平价发行的分路 老师也为各位准备了 在一月一号 我发行公私债十万 所以我代方有一个应付公私债 因为这是五年期的公私债 所以它是一个长期的负债 那借方老师发行价格是十万 所以我就取得现金十万 这个是我们发行的时候的分路 接下来在六月三十号跟十二月三十一号 每一年的年中跟年底 我们都要给这个债券持有人利息 那他利息分路 老师也为各位预备 借利息费用四千 代现金四千 这现金四千怎么取得 因为面额不是说是十万吗 年利率不是百分之八吗 可是半年付一次 所以除以二 这算出来四千块 所以从现在开始 第一年一直到第五年的结束 每一年的十二月三十 跟十二月三十一号 我们都需要准备这一个 支付利息的分路 这是情况一 那接下来老师要来介绍情况二 情况二是叫做折价发行 为什么我们要打折来卖呢 打折来发行呢 这是因为市场利率是百分之十 高于我们所愿意给的票面利率百分之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吸引投资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折价 才有办法把我们的公司再推销出去 所以在这里 假设我们的发行价格打折之后 是九万两千两百八十 那我们会收到九万两千两百八十 但是我们的应付公司债 不是九万两千 还是十万 五年后你还是得给十万 所以我们代方的长期负债 仍然是十万 这两个数字中间的差异 我们称为公司债折价 叫做discount 7720的公司债折价 这个是在情况二之下的发行分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况 它是叫做溢价发行 那这个溢价发行 怎么会产生呢 因为现在市场利率只有百分之六 可是我们愿意给百分之八 所以很多人愿意买 那我们出售了公司债 价格就会卖得相对比较好的价格 那现在老师请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分路 你看到 借方你现在所取得的金额是 十万零七千七百二十 可是你五年后所需要支付 那中间的差异就是七千七百二十 那这个我们称为公司债抑价 所以刚才折价在借方 现在溢价在带方 这我要请各位同学注意的 好那这三种情况介绍完之后 同学们我们要来处理 刚才折价发行所产生的折价 也要处理折价 也要处理折价发行之下 所产生的折价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称为 折价的摊消 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折价的摊消 那这折价的摊消 我们来介绍两种情况 请各位同学看到这个情况二 情况二呢 延续刚才的情形 我们说是折价发行 那是五年期 分十年分十期来分摊 这个利息费用 为什么是十期 因为半年付一次息 那五年就总共有十期 那现在看到这个摊消的分路 各位同学 摊消的分路是 借利息费用 4772 贷公司债折价 772 贷现金4000 首先我要请各位同学 注意到这个贷现金4000 这个贷现金4000 是我们承诺 每期要支付给债权人的金额 就是4000 这不会变 因为票面利率已经锁定8% 所以我们每一期都要支付给 债券持有人4000块 可是我们实际上的利息费用 不是4000 虽然我们支付它4000 可是我们实际的利息费用是 4772 那这772哪来的 为什么会多出这4000 因为刚才在借方不是有一个折价 7772吗 我们把这个折价分10年贪销 每年平均分摊772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公司在折价 从借方写到贷方 贪销的金额772 所以我们借方的利息费用 就是4772 这个是在情况2 折价的贪销之下的分路 那接下来老师要介绍的是 折价的贪销 那这个折价的贪销 假设我们一样 是10万块的面额 5年到期 每年的6月30跟12月31来偿还 那票面利率一样是8% 好 那我们来看折价发行的贪销 那这个折价的发行 各位同学注意到 现金在贷方还是4000块 换言之 不论你是折价发行 平价发行 溢价发行 永远你都持守 当初答应承诺给了 8%的利息 所以你支付4000块 可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是溢价发行 当初我们实际的发行 价格不是10万 是10万7772 所以我们有个溢价 那当时那个溢价是写在贷方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溢价的摊销 假设我们用10期来摊销 直线摊销 7772 10年平均分摊就是772 写到借房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利息费用 就只剩下 3228 所以我们在溢价发行情况之下 我们的溢价摊销分路 就是情况3的分路 好 那讲完了发行 也讲完了发行 溢价的摊销 接下来老师要来讲下一个项目 叫做到齐返本 也就是本金的偿还 那本金偿还的分路 十分的单纯 现在请各位同学 看到这个偿还的分路 因为五年已经到齐了 我要还钱了 所以我拿出十万 所以贷方现金减少十万 借房呢 既然已经还钱了 那我这个长期负债 所谓的固定负债 应付公司债 也从贷方冲销到借方 所以不再有应付公司债 迎货两期 换言之 已经不对 债权人有任何的亏欠 这个就是到齐的偿还 那接下来 老师再补充说明一些部分 我们说这个公司债 刚才说它的发行 有平价 折价跟溢价发行 可是事实上 在目前的实务上 为了增加公司债的卖向 我们有时候发行公司债的时候 我们会允许我们的公司债 是一种叫做可转换的公司债 convertible bank convertible就是可转换 那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可转换的公司债 到底转换成什么呢 就是可以允许债权权人 将手上所持有的公司债 转换成该公司的股票 换言之 如果台积电 发行台积电的公司债 那它的公司债 如果允许转换 那就是你不想持有它公司债 你可以要求转换成 持有台积电的股票 这个叫做可转换的公司债 好 那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 我们下回再见 宇宙浩瀚 知识无穷 华士教育文化之道